一辈子造罪业,为何临终实念就能往生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那有人也许看到这个经文就问了,他一辈子造了这么大的罪业, 为什么临终实声念佛就能往生呢? 那佛经不是说众业先迁吗? 那一辈子的恶业为什么不把他迁到地狱到里面去? 实声念佛,就能够让他往生极乐世界,这太便宜了他,这个人应该到地狱里面去。 尤其是被他所害的人,会愤愤不平,这是凡夫的分别心, 这个恶人曾经害过我。 这临终的时候坐着金莲华就走了,到极乐世界去了,这太不公平了。 我就希望他到阿比地狱去,如果有十九层地狱都让他到那儿去, 待上多少劫,怎么被他跑了? 但阿弥陀佛大慈悲心,虽然他造了重业,但是在阿弥陀佛眼里,是佛的儿子,子女呀。 他一定要把他安立在快乐的地方去。 而且也不要以为一生造恶业就重,实声念佛就轻。 他不是这样的,实际上实念念佛才重。 为什么呢? 你一辈子造的恶业是用什么心造的呢? 是你虚妄的心,颠倒的心去造的。 现在你念佛是闻弥陀的名号的实相的心,是你制成的心生起来的。 你真诚的心,实相的名号的对接,它的力量重,你虚妄的心,颠倒的心造作的那个东西反而轻。 这就有个比喻,叫千年暗示,一灯照亮。 这间暗示里面,千百年来都是黑暗的,虽然它黑暗的时间很漫长, 但是一盏灯进去,马上就亮了。 但你不能说,一盏灯一去几秒钟就亮了,这怎么可能呢? 我这间屋子几万年都是黑暗的,但是亮光的体性不一样。 所以致心念这个万德红明,就像这盏灯,造的恶业就像这个暗示,这盏灯的力量大,因此,它就能消八十一劫生死之罪。